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今天讲密教的行词 那这个密教的行词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观念 密教本身的行词 可以讲除了一般的这个修法以外 几乎无时不刻 都是在做这个行词的一种功夫 那真佛密法规定了 这个一日一休 每天要修一次 那出家的 由于它时间比较长 所以一日有四修 四修 那么在家的呢 才一日一休 这是平时的 你这个修密法的一个功课 出家的就是说 清晨起来一休 中午一休 日露一休 零碎一休 就是四谈法 在西藏呢 他们本身来讲起来 一日四修 每一谈法都是两个小时 所以他们时间真的是用在这个修行上面来讲起来是比较长 现在这个密法把它精简 精简 变成一咒 一本尊 一法 就把它说成了半个小时 说成半个小时 但是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说 一日四谈法 有时候很忙的 你可以持咒 那么做正行 实在是太忙了 只用持咒 跟做正行 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行持的功夫啊 可以讲是随时随地 无时不刻 任何个时候都是行持 那也就是说 把你日常生活啊 也融入在那个行持当中 在密教里面讲 任何一个时刻 任何一个动作 都是在修行 所以我们讲这个行 住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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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修行 向我在这个美国西雅图开车 就是 行 我持咒的时间都是在开车的时候 一面开车一面持咒 但是你还是要眼光八方 还是不能说我持咒 我就不管前面有什么 也不管左右来车 不管红利灯 不是的 在你开车当中 你可以持咒 也默念这个咒语 也加强你自己的警戒性 你一面这个speaker trending 一面watch out 多要的 这个都可以做得到 便不是说你持咒以后 你交通规则 你通通不管红利灯也不管 不是的 所以开车的时候 也就是在精进 行 就是精进 我们晓得以前就教过大家嘛 你睡觉就是在修光明 明光啊 我们行则在睡觉是坚固的 不是松懈的 但是在坚固当中啊 你又能够睡得很好 这个要本尊上师给你加持 你祈求上师本尊给你加持 你还要做结界 红色的光明 套住你 发出你自己的光明 上师的光明 本尊本尊的光明给你做结局 你睡觉的时候还要变化成为金刚处 拉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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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金刚处 很坚固的声明又放光 这个睡觉就是在修行 你在睡梦之中不会迷失 你在另一个法界里面 也不会作业 作业是什么 不是那个学生去做功课 做功课 课业 不是 造业就是说你在睡眠的睡梦之中 也不会放业 你每一次要放业的马上警醒 很坚固的有光明 这个就是明光 睡觉就是修行 那么食吃东西就是供养 就是超度 这个都以前讲过的 食甚至于你上一号 都要修行的 知识虽然不好看 味道也不好 但是在密教里面 地藏经里面有讲过 有这种十分鬼跟食尿鬼 你也可以供养它们 按照密教讲是这样子的 这个地裂开 东西掉到地里面 再合起来 你地底下藏有十分鬼跟食尿鬼 你在做这个也是一种供养 所以连上厕所都是在修行 这个吃也是修行 食啊 穿衣就是结界嘛 住啊 明光嘛 行嘛 就是在精进嘛 行住坐卧 食衣住行 可以讲无时不刻 都是在做行持的功夫 所以密教里面啊 确实是很特别 甚至啊 甚至啊 结婚也是修行 你以为洞黄花竹叶不是修行 那个是修行 那个修行啊 是比较秘密的 这个不能讲的 在密教里面啊 你洞黄花竹叶也是修行 密教里面结婚也是修行 那个也是清净 所以讲起来 那个是等于是在 一个很清净的场地 可以这样子讲 稍微大略的讲 是很清净的场地 很清净的人 很清净的事 都是一切都是清净的 在密教里面来讲 一种光明啊 是放光的 发出光明出来的 所以一般啊 一般世俗人以为这一种 以为啊 那个结婚就不是修行 事实上在密教里面啊 甚至于讲结婚本身 也是光明的 也是光明的 光明的人 光明的事 光明的地点 一切都是清净的 这一种行词啊 也就是说 任何事 在密教里面讲起来 都是行词的一种功夫 你能够熟悉 行词的法 你密教的这个精进啊 它的敬意啊 就非常的 有力量而且能够圆满 Om Mane Bami Hom